这是雍正王朝里最大的一张空头支票 就连人称侠王的老十三看到后 也不能不为之动谋 然而让太子应认没想到的是 老十三这个表面忠厚的老十人 竟然已经叛变了自己 而且开始联手老四和乌思道 给自己下了一盘深不可测的大棋 本来太子让老十三秘密暗杀自己的旧情人郑春华 不仅想要抹掉自己人生中爽快的污点 还要以此把老十三拖下水成为自己的工具人 没想到老十三按照乌思道的计谋 让郑春华假死后秘密圈养了起来 留作以后要挟太子的把柄 就连阿琪娜听说郑春华突然暴毙后 也赶紧让塞丝黑到火葬场查看是真是假 他万万没想到太子竟然抢先一步 把郑春华这个把柄给抹出了 另一边老十三听说太子要放了刘巴尼 直接出言拒绝了太子 然而刚走出门便看到 替自己办事就走郑春华的文宝生被抓 老十三便明白太子已经开始用郑春华的死 开始强行要挟自己放刘巴尼 于是只好回去求太子开恩 太子便拿出一张支票 把老十三封为亲王世袭网替 老十三便洋装开心的欣然接受 老十三让太子给自己一天时间 自己会想出一个放刘巴尼的万全之策 很显然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十三爷四爷和乌司到商议之后 决定先把刘巴尼放回江夏镇 然后再让四川的年庚瑶进京树职 令他在半路上绕道去江夏镇再抓刘巴尼 这样既可以让老十三向太子交差 又可以让年庚瑶逼迫人不安交出百官行术 很快年庚瑶便接到十三爷的手令 便找来不下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岳中齐商议 但岳中齐表示咱们是四川的房丁 去安徽抓人于体制不合 什么体制不体制的 叫你来是跟你商量一下怎么去干 关键是要有个理由啊 理由是现成的 四爷已经关照礼部 通知我明天进京树职 顺便去江夏镇去捉拿侵犯 然而此行戴的人少恐怕不够用 戴的人多又担心走漏风声 我想叫你带上五百个弟兄 全都改成变异 分头行动 等我先到了南京见了皇上以后 咱们再到江夏镇会集 年庚瑶此行并未见到康熙 而是由内阁首辅张廷玉负责接见 张廷玉是出了名的清联官员 所以年庚瑶只带了一些土特产给他 随后便说除了土产之外的一些赎井和天马 都是孝敬太夫人的一点心意 我没把您当上司看 就看在您是前辈的汉林 我是后辈的晋士 如果这点不像样的东西 您要不收下 也太扫我的脸面了吧 张廷玉见状难以推辞 便让下人拿出在湖州买的一盒胡笔 既给足了年庚瑶面子收下天马 又一粒回赠表示自己的清廉 见年庚瑶略显尴尬 管家便解释说我家大人已经破例 收下天马算是给了您天大的面子 如果特产您不带走 这些天马我家大人也不会收下的 随后张廷玉便给了年庚瑶几句忠告 巴州康定这些地区 汉衣杂处最难治理 你最好是以安抚为主 诸葛亮七秦梦获 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希望你多一点人心 少一点力气 这不但是百姓的福分 也是你自己的福分 中堂金玉之言 下官一定牢记在心 另一边任伯安收到 黄体人送来的太子口语 自己的小舅子刘巴女已经释放 他自然也愿意把百官行术交给太子 但是在静经交给太子之前 还是要为黄体人接风洗尘表示庆祝 没想到这次庆祝反而成了江夏镇的末日 整个镇上的人将全部被屠杀殆尽 而江夏镇也将被复制一具只剩灰烬